Lessy come check to Cupid 男孩女團 50-50 憑藉出道曲 Cupid 爆红 甚至登上美國高市牌排行榜 沒想到卻在2023年 再到處合約糾紛 有三名成員解約 只剩下 Kena 回到原經紀公司 不過今年就一直有傳聞 經紀公司想要重組 50-50 而近日終於傳來好消息 近日經紀公司發表聲明表示 一直在進行 尋找新成員的非公開選秀 終於在今年4月 確定了四名新成員 50-50 將以成員Kena為主軸 組成五人語團重新出發 而為了展現完成度更高的作品 因此不是在之前約定了6月 像是在9月回歸 粉絲聽到重組回歸的消息後 也興奮地表示